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西北查解鸦片的功劳 丝毫不亚于林泽徐 鸦片泛滥是晚情社会的一大顽疾 朝廷虽三令武申 要求禁绝鸦片 但地方官吏都斥 使得朝廷的阵令成立一纸空文 到了19世纪60年代 中国已经形成了两大鸦片产区 产量最大的北云贵川地区 品质也是最上乘的 其次就是闪干地区 西北鸦片烟机浓厚 质量直足于云土 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西北的烟毒泛滥 还要从太平田国起义说起 自从东南高于之地沦陷后 输往西北的闲响也因此断绝 地方官员被挽救财政 被迫向朝廷申请放开烟机 鹰塑全身都是宝 烟浆可做鸦片 鹰塑子可榨油 青杆可做燃料 最重要的是生命力还强 哪怕在最品级的土地上都能生长 所以烟机一开 鸦片在西北迅速泛滥 左宗棠奉命赴山甘平乱 可刚一踏进铜关就被吓到了 西北刚进的民风 不料已变得奄奄没有生气 城里人吸烟的实战齐齐 乡里吸烟的人实战齐三 最让左大帅气愤的 是韩明长期吸食鸦片 精神颓废不堪 便是割毛衣杀到门手 也常因为懒的动态 不能及时逃避 终于束手就图 鸦片除了让西北民风变得雷落外 由于农民网总因素 致使粮食大量减产 左宗棠的大军根本无法就地解决粮食问题 尤其是在收复新疆时 因为才买不到足够的军粮 乡军将士不得不背着红薯进疆 光绪三年 西北发生大旱 随即出现大规模饥荒 左宗棠积极震灾 然而却发现 真为激进而死亡 十之八九倒是淹民 更让他气愤的是灾民们领了救济缓 不是买粮冲击 而是先过淹也 光绪四年新疆收复后 左宗棠终于可以腾出精力禁烟 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惧怕洋人的尖船力炮 只字不提禁烟之事 各地官员建于林泽徐的前车之介 即便治下烟毒犯难 也不敢过问 左宗棠率先在闪干禁烟 所冒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热情 左宗棠先精心编写了四字预列 看印成策后广为发送 还随时倾其辅相搜查 越翻复制 一旦发现禁烟不利者 乡总是个 周相关成处 左宗棠明白百姓青睐因素 不过贪恋其利润 只有找到能够替代鸦片的经济作物 才能彻底禁绝鸦片 他发现甘肃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棉花 而且甘肃百姓向来缺衣少棉 棉花的利润并不比英素差 一亩之收 加者近二十余金 美金仙账 其费功力翻胜于英素过瓜酱也 左宗棠在禁烟仅实行一两年 西北的梁下大幅度下跌 巷之一不必提着 以免浩瀚之苦 由于烟民少了 烟伤被降价处理手中的烟土 正如清末学者秦汉才所说 在林格区以后的遥远的三四十年中 最热心禁烟的 怕持有文香功劳 只可惜左宗棠走后 既任者经不住财政的压力 又重新让鸦片再度泛滥 参考林县 左宗棠西北禁烟之功效 同光年间左宗棠甘肃禁烟好数 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及其实践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肃不适